你好 这里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哈喽大家好 我是白冰 今天我们来到了吉林省延济市 今天我要做两件事 首先是去逛一下朝鲜族的早饰 听说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小吃 简直就是赤后的天堂 然后我们要再去西亚民俗园体验一下 朝鲜族传统服饰的变装 你们不是一直想看我露额头的发型吗 今天我就满足你们 走着 OK 兄弟们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延边东方水上市场 我们继续看一下都有什么好吃的 哇 看来 好有烟火气 米肠啊 兄弟们 看着就正宗啊 炒年糕 兄弟们啊 哇 我这位特正宗 鱼皮包饭 哇 明泰鱼的鱼皮做的 好好吃 芝士奶酪小鱼饼啊 这里边都是芝士奶酪特别多 地瓜芝士饼 看看有没有食鱼兄弟们 这里来一份尝尝 韩士鱼饼 这东西看起来就好吃 兄弟们 我的妈 这种东西我见都没见过 兄弟们 但这个土豆味闻着就行 韩士鸡肉串是吗 看看兄弟们有食欲没有 这个土豆饼也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太远行啊 一个让我上这 一个让我上这 我都看 都看 什么饺子 什么饺子 这是水饺饺子 这好好看 兄弟们 看这个 韩士五股炸鸡 炸鸡啊 哇 这个很正宗 来来来 特别酱 还有这个生鸡汤 都是15块钱一碗 还有小红豆腺包腺卖的 还有小红豆腺包腺卖的 你看一下周边环境 来 给大家扫一下周边环境 现在人越聚越多了 就是为了不影响到大家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先撤了 但你们可以看到前面 其实是有很长的 你个子太矮了 就是还有很长我们没逛完 等明后天我们抽下来时间再来逛一下 这样我们先走了 你们要合照的来吧 OK兄弟们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民俗园 带你们看一下 你看这里遍地都是这种朝鲜族的建筑 就是你在这换身衣服 随便咋拍都出片 你们看这些南方来的小公主们 看到没有 这样 现在我们回去换身衣服做个造型 然后等会也过来拍 怎么样兄弟们 这身衣服还不错吧 我选了半天啊 就感觉这身比较适合我 现在我们就等化妆师过来 给我换个头就好了 对了 双方 左下角游戏领的 华为Mate60到了吗 早就到了 这游戏太难了 你早说呀 左下角游戏厂上出了一款新游戏 新建契约 现在新游手发福利加码 不但能领华为 还能领苹果15呢 谁都可以领吗 当然不是 屏幕面前的观众才行 我替大家验过了 只要从视频左下角进去下载 就有机会参与你 记得别光点 要完成下载 赶紧去吧 太动了 衣服 我手指忙了 哎 行 对对对 正面拍我 正面拍我 好好给你 怎么样兄弟们 是不是特别有感觉 说实话 延吉这个城市 我是真喜欢 无论是这个城市 给你带来的这种民族风情 还是琳琅满目的各种小吃 走这些事 你可以看到 遍地都是汉潮双雨的白匾 第一次来 你一定会有一种出国的错觉 但我想说的是 这里要比国外好玩的多 总之我觉得 这是一座非常值得来玩一次的城市 无论是拍照打卡 还是美食美景样样都是 但不过这也是 我在吉林省的最后一站 说实话 这次回来家乡助力 挺委屈的 莫名其妙的被各种黑 各种蹭 各种骂 想象不到吧 我也没想到 当时还做了一件特别冲动的事 突破了我这么多年的底线 为此特意开了一场直播 去和大家说这个事 但是直播的时间很短 看到的人有限 而我做完这些事情以后 要黑你的人 他还是一样的一遍 断章取义 恶意剪辑画面 去编故事 带节奏 说实话 我看到那些黑我视频的人 我并没什么感觉 玩网络这么多年了 我这种朝黑的体质 我早就习惯了 但我在意的是 我在那些视频评论区下面 看到我自己家乡的人 都那样认为我的时候 我是真单身 我很想说点什么 但这又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还能说清楚的事 那几天我身边的朋友都在问我说 白冰你图什么 如果你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你还会回去吗 我跟他们说 我说就算我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我一样还是会回来 因为这是我的家乡 我只需要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为家乡带来的什么 就像最近无论是在长春 还是在长白山 还是在延吉 我碰到的所有粉丝 见到我的第一句话说的就是 冰哥我是看你视频来的 我觉得这就够了 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 因为有句话说的好 不与傻子论长短 因为他们没脑子 不与小人争是非 因为你越搭理他越起飞 不就是蹭流量吗 蹭就是了 我觉得能被蹭是我的荣幸 证明我白冰这两个字有价值 就像这条视频发完以后 我都不知道他们还会编出什么样的故事 带出什么样的节奏继续和我 说实话我也挺好奇的 所以欢迎你们继续来蹭啊 好了不说那么多了 说实话回来半个多月 还没有跟家人好好的真正团续过 明天回家杀个猪高高兴兴吃完回上海 我们下期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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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